大树在风中摇摇欲坠雨下的猖狂 卡努台风大回转二度重创冲绳 许多游客受困当地已经超过一星期 超市货架上完全看不到蔬菜 只能从其他地方紧急运来 卡努台风目前还在日本东南方徘徊 接下来预估会登陆九州 然后往南韩去 全球仍然饱受 极端气候的威胁 美国的热浪持续拉紧爆 全美多州热到趴在地上一下皮肤就烫伤 南美洲今年冬天也热到像夏天 圣地牙哥这几天平均气温大约摄氏25度 往年正常大约只有15度左右 声音现象影响南北地球气候都不正常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